我相信其实世界上很多用户都是苹果手机用户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YouTube的应用里面的话 这个频道会员加入按钮 在iOS版本的YouTube应用里面 也就APP里面大部分的频道会员 你是看不到加入按钮的 只有少部分频道哪些频道呢 就是几十万粉丝 即百万粉丝那种频道 你才可能会看到加入按钮 你看我这种频道吧 是找不到加入按钮的 你在iOS应用里找不到加入按钮的 怎么办呢 那么就是你通过这种非iOS设备加入 那么今天的话 我其实是想说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电脑 也没有安卓手机 你就一个苹果手机怎么去加入这个会员呢 那么还有个朋友就是问 就是有安卓手机 他也发现找不到加入按钮 那这种情况的话 是主要是跟你的地域IP有问题 那么你修改国家位置以及修改IP的话 基本上还是能找到加入按钮的 那么这次我的案例 第一呢就是以一个朋友的案例 他只有苹果手机 没有别的设备 然后呢也没有海外的银行卡 如何去加入这个会员呢 好你现在打开谷歌网站 然后往下翻请求桌面网站 请求桌面网站 一定要注意啊 这样的话 你可以有电脑版本了 把它手机变成个电脑版本 然后打开youtube网页 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的话 是电脑版本的网页 点登录啊 登录这个时候 他会跳转 跳转到你的应用 你不要管他啊 弹回来啊 再请求一回啊 再请求一回 因为我这个账号比较多 他有三个绑型账号 所以说不一样 你看我这样的话就切换回来了 切换回来之后 现在就是电脑版的网页 那么你随便点一个视频 比如说我点一个老爱视频啊 我看一下 那可以正常播放 是吧 这个就像就是电脑版本了 然后我这边搜索一个 PAPAYA的电脑教室 尝试加入它的会员 试试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就是完全电脑版的 然后点加入按钮 然后我点那个续定资格啊 因为我曾经订阅过啊 然后呢 点续定资格 他会弹出一个框框 让你输入卡号和这个片嘛 因为我之前输入过呢 我这边他自己保存啊 那我这边不继续了 如果说到了付款环节 你没有海外卡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海外卡只要你支付啊 那没有问题啊 你要收款的话 那是麻烦点 支付的话很简单嘛 你如果说你就买一张 那个虚拟卡就可以了 付年费就可以了 年费很便宜啊 他三年付一次 然后大概11美金 10美金左右啊 价格优秀变动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哎呦 有没有5美金呢 有 但是呢 有些卡呢 他其实那个卡头啊 经常不稳 那这家的话其实挺稳的啊 10美元3年啊 这个卡不贵吧 然后这边他列举的服务呢 其实里面没有youtube的服务啊 但是事实上已经设施成功了啊 没有问题 其实很多朋友会问啊 这个卡能不能付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啊 这个不是他的卡的问题 是对方的问题 比如说甲骨文吧 甲骨文我前几天看了 他只能接收这个信用卡啊 这张卡的话 其实被认为是debit卡的 就是借记卡啊 所以说呢 大部分都是韩人付的啊 呃 像一种薅羊毛这种的话 其实有些时候可能难一点啊 其实没有 一般说没问题 那么很简单 只要注册啊 两部注册注册之后 然后你去买张卡 呃 付个10美元 那么这个70多人民币啊 他可以用支付保卫性付款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有卡号了啊 卡号之后呢 这边有账单地址啊 比如说你里面不是要填那个地址吗 那这边有美国地址 你就美国地址填墙就行了 然后卡号的话 跟那个cv码的话 木人卡开出来是0美元的 你要充值一些 充值的话 之前的话是10美元起从 现在的话变得更好了 只要5美元起从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你方便了很多啊 那如果说不能用啊 那么你可以还可以把这个5美元钱 退回来 但是卡费是没法退啊 只能这样说 卡费是没法退 但是你充值的钱是可以退回来的 好吧 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就不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